赖清德当选但手握双少数脆弱政权 种种弊案蓝白势必出手解密 到大选都结束高端合约还没公布 而高端过去发众讯说是政府要求保密 薛瑞源这么回 所以部长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个众讯的讯息是错误的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薛瑞源认证高端众讯错误 但立委王宏威秀出贵买中心的回复 里头点名高端的说法有其依据 也就是说政府要求保密的说法 贵买中心背书了 事实上也就间接的去打脸了薛瑞源的说法 到底是高端不愿意公布 还是政府不愿意公布 简直是罗生门 赖清德要不要实现你的承诺 赶快公开高端的疫苗合约 高端合约继续封存 但蔡政府留下的大密宝可不止高端 前建国造召集人黄树光 过去说在前建国造过程之中 有立委一直在搞蓝白阵营查不查 前建国造案因为这牵涉到黄树光 那黄珊珊跟民众党会不会同意 这中间可能就是一个关键 民众党自己如果说 他在很多事情 他是配合民进党 而把这些真相掩藏的话 那他的选民未来恐怕也不会支持他 郑文菜有没有到澳门开房间 罗志正是不是迷骗主角 身位鉴定结果之人都在封存的路上 现在已经选完了 已经没有影响大选的可能性了 就是现在调查局就应该告诉我们 鉴定报告到底是什么了 再不公开起飞就是确认 他就是真的吗 不然的话为什么不能公开呢 蔡政府透过NCC 前置新闻自由 更撤照中天杀鸡儆猴 导致媒体绿化 对NCC的定位跟调查 我觉得这也是当务之急 尤其是组专案小组 去调查当时整个撤照的过程 是不是有问题 还台湾新闻自由一个尊严 蔡政府执政八年的贪毒滥权 不只赖清德全盘接收 还得被严格监督检验 怪不得在胜选之夜 赖清德笑得很僵 借李孟昌女神佑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